大家看就是這個六港團體的提出來訴求就是 希望這個基本港主可以從現在這1萬7千280塊 調管到這2萬2千塊 有哪有學者認為說 這個對華中國都把這個基本港主蓋20%囉 臺灣應該也要蓋 日前六港團體報告 感謝總會和尚養總會頭前 願意出行動叫 希望可以調管基本港主 因為六大港上團體提前發表聲明 因為基本港主暫時也不能蓋 六主向後會在拜日的基本港主心理委員會上帝館 無論港團體提出不提訴求 要求基本港主可以由1萬7千280塊 調管到2萬2千塊 那一個判斷標準就是說 每一戶的這個撫養人口 加上它最低的一個生活需求 那我們計算出來大約是2萬2千塊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一個標準 有學者表示對華中國今年都調管 基本港主20% 這份起業只有一兩千萬塊的成本 跟臺灣上的港主是差不多 在全球經濟合作成本的 後來調管基本港主應該是合理的 如果經濟成長力能夠達到8% 其實業主應該可以考慮 對那個員工應該在 在薪水方面應該要多給予鼓勵 根據主計數統計 臺灣今年頭一季 經濟成長落是百分之13.7月 第二季五季是百分之12.53 都比原本有期更好 如果風領尾今年有這麼大的成長 為何結果不可以證明影響呢 有學者建議 如果是可以調管基本港主 最好要參考還有三個別的發展 來做調整的機票 不管你在反映GDP跟國內 這個勞動所的這個部分的問題 或是甚至延伸到調整基本工資 都需要更多更系統性的指標 雖然露港街有儘管的其他 但是是不是法導調管 現在要看基本港主 心理委員會最愛的決定 記者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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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